為了要來營營中秋節來講 台南市的港教室基盤 在派給港鳳的中秋 立品行銷記者會 也有請到台南六景的派給港長 來電視他們的產品 不管是這個外面 和外的綽號 還有各種類型是應有情有 期待說企業團體 也就是說我們的民眾 可以雄躍來顧買 在歡喜過這個時候 還可以順便來幫助到新鮮眾來講 中秋節獨得吃飯 台灣人還會配外面 再會讀到這裡 在台南市政府的港教 為了營營中秋節來講 今天順悟是 古板批給港長 中秋行銷去交會 讓台南六景的批給港長 來介紹今年所推出的 中秋節的產品 中秋節除了吃文旦之外 很重要的一個習慣 迷俗就是吃月餅 那除了我想 今天特別有意義的中秋節 就是除了我們一般的月餅之外 商業性的月餅之外 我們還有社福性的月餅 也就是許多社福團體 他們有製造出來的 做出來的中秋節的產品 包括月餅 包括很多很多的製品 其實都歡迎大家可以來 那這些買他們的東西 比直接捐檢給他們更有意義 因為買他們的月餅 或買他們的中秋節禮品 等於是直接的肯定了 我們台南有六家的批物工廠 所以我們這些深藏夥伴 在批物工廠 用心的做出這些中秋 夜餅 中秋的禮盒 拜託委責市長來做行銷員 來把它行銷出去 把這個愛傳遞到台南各地 想為我們台南是一個有愛的城市 當然這些批物商 他有工作做 他做得很高興 所以你頂端越慢 他就做得越高興喔 今天中秋由丹市市長月天 來到現場來主持電力 並基盤各個可以用行動 來支持新生眾愛吃 在今年阿祖航空也已經連 三三年來告白 資金婚衣術的禮品 要送給獨立的團體 或是自在樂工 起了愛心支持是大家的肯定 連續已經構制了 這些弱勢團體已經有七年 那盧董事商人以來 都有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每一年已經連續三年 有直接訂購了一千份以上 給弱勢團體的家庭執災的 以及需要幫忙的志工們 分享給他 因為有批核工廠為新生眾愛吃 來提供主要的機會 讓他們可以有一個發育的舞台 並且也可以增加自信 也基盤各個企業跟民眾 可以永遠來告白相關的產品 在開心過多東西也可以做愛心 在這中會起進後彩虹報的 然後再次回唸 我們要來告白相關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